下院 诶张哥 你怎么出来了 不是说今天吃莲珠吗 哦 我忘记告诉你了张哥 我们这边杀莲珠是要看日子的 我们看的是明天杀 杀猪还要挑个好日子吗 是啊 今年日子看得好 明天才能养一个更大更肥的猪 图个 吉利 来跑一趟了张哥 没事 今天线上来和猪会会面 等明天上来再好吃它肉肉 你这是干嘛去 我准备去看一下我大伯 这个是你大伯 那咱们一块 他这是在干嘛小鱼 他在编扫帚 编扫帚 叔叔 你好 张哥 我大伯他耳朵听不太清楚 耳朵有点不好 年纪大了 多大了 79岁了 79岁了 这扫帚全是他自己编的 是啊 他平时自己一顿在家嘛 他就编一些扫帚啊 波子之类的 去街上卖一卖 嘿 大伯 这手脚 还挺好的啊 编的还真精致 很精致我还没见过 这是高粱吧 是啊 我们这边农村扫帚都是用这个高粱扫的 高粱扫帚扫帚好扫吗 对啊 好扫呀 我们平时用那个胶扫帚 胶扫帚不行 我们这边这个像泥巴地就不行 这幅简简单单的是一个扫帚了 简直像一件艺术品 大伯 这个变得好啊 变得好 咱说个人马也不好 好好好 我的头发巧 对小月 你过来我给你说个事 小月 大伯平时穿这么单薄 他不冷吧 我们都穿这么厚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从我计时起 我大伯好像就一直这样 穿得很单薄 我们也给他买过棉帽 但是他就是不穿 他说穿不习惯 可能就是他舍不得更新衣服 那大伯平时就一个人在家里吗 是啊 以前有个神圣的 但是那个时候生活条件不太好嘛 就跟别人走了 那他平时吃饭生活起居 都是他一个人 是啊 大部分是他自己一个人 就是偶尔会去我们家里吃吃饭 嗯 那你们也挺好的 大伯这样的人就应该多照顾一下 是啊 嗯 那你们 他这么大岁数的干活多辛苦 你们这边没有什么金老院吗 有呀 身上本来是把他安排到金老院去的 但是我大伯这一辈子情劳惯了 他自己不中冬冬家 不中冬地 他不自在 勤奋 大伯对精神只等我们学习 给他点赞 小哥 是这样 我给你几百块钱 你去给大伯买两条衣服 不用了张哥 我已经给大伯准备了 你给大伯买的棉袄啊 是啊 那要不是这吧 我今天上来啥也没该带 我给他钱的话 我估计他上机去也不方便 我下次来 我给他带点东西 那就谢谢你了张哥 没事没事 你给他买单 是啊 买鸡爸爸 试上看 这棉袄挺厚 挺加厚的 小月你挺会挑东西的 我也不知道伯伯喜欢 这颜色也挺这个 耐脏的 挺好 大伯喜不喜欢 真帅呀 小月 挑的挺好的 叔 好看呀 平时要多穿点衣服 穿太薄了容易感冒 穿厚一点 保住身体这么大岁数了 好不好 好 那你先忙 就吧 你还是刀片小姐吃吧 那我们先过去了 大伯 小月 你挺会挑衣服的 挺好看 主要是每次给他挑的他都他都没穿 我也不知道这件他穿不穿 你们都劝一劝吗 肯定这么大岁数你应该买新衣服他肯定舍不得穿 看他这衣服他自己的衣服上补吧都补了很多个了 都劝一下 好 小月 再和你猪家和和面 猪过来 灯哥 不不这样叫的 咋叫的 就是拿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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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 嗯 是的 那你对这个大伯他妈还挺好啊 同期年之嘛 都是一个家族的 而且我小时候我大伯对我也很好 经常给我买好吃的 对 小月 做人就应该这样 要记住别人的好 要真图报 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 专哥 你嗓子怎么了 有点感冒了 你没去医院看看吗 嗯 哎 我差点忘了小月 两点多了 我三点钟还约着打掉皮的 那你得去看看 不能耽误了 嗯 好小月 我先下去了 差点忘忘了 嗯 好 那专哥 嗯 你今天好好去看看 明天记得上来哦 好的 肯定上来要吃年猪 桃糖 是的 好 我先走了 好 嗯 专哥 咋了小月 你等一下 这是我大伯自己做的造主 他说让你带一把回去 送给我啊 是啊 这不好吧 大伯辛辛苦苦 变这个都是时间熬出来的 没事的 大伯他愿意送给你 说明他喜欢你 我今天上来 啥都没给大伯带 有点不好意思 对了小月 大伯喜欢吃什么 我下次上来给他带点 没关系的张哥 不用 没事 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嘛 我又不是给你买 我有点心意嘛 下次我给大伯带点东西 我大伯平时比较节俭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爱吃什么 嗯 那行 那张哥就看着办 好吧 那就谢谢张哥了 没事 你不用客气了 大伯 我走了啊 拜拜 再见 走了小月